新美的口红 像人妖 新剪的发型 像人妖 白的化妆品 只能放在抽屉里面 深灰尘 我想这个是每个女生都会遇到的困扰 我到底适合成为怎么样的女生 针对这个问题 我真的吓了很多心理 我从2023年的圣诞节开始 每一天不间断地记录自己的妆容 不断地在网络上搜寻资料 怎么样可以系统化地变美 找到自己的风格 终于在经过了165天 整整一公分厚的笔记本 我还是不知道答案 说到底 我也不是专业的造型师 在家里自我检讨 到底有什么毛用啊 但幸运的是 我在做功课的途中发现 韩国经营有家公司 专门在线上帮人做 风格诊断的服务 而且只要3500块台币 心意横 拿起信用卡 办了账号约了服务 不接受海外付款 天 好羡慕韩国的女生哦 随便拍照都这么有氛围感 等一下 韩文 韩国 我心意横 拿起信用卡 办了账号 买了机票 而这一次 他们把我从这样 变成了 这样 在韩国学化妆的第3天 昌红的林索罗老师 我十年前在泰国完成了变性手术 从男生变成女生 但今天我想来分享一个困扰我们姐妹已久的问题是 如何选择自己合适的风格 这个影片总共分三个步骤帮助你找到自己的风格 第一自我测试 第二风格选择 第三是机体改造 这里有一张性别光谱图 越右边是越女性化 而越左边是越男性化 接下来我会问你六个问题 回答之后会帮助你在光谱上 找到自己原生的优势以及定位 所以可以在手边准备一个小件子 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 但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问问你周遭的家人朋友 他们对你的客观看法是什么 OK Here we come A 手指出短且负有脂肪 B 手指细长且骨感明显 A 重心在下 B 重心在上 A 五官平坦 B 五官立体 A 短脸圆脸 B 长脸零星脸 A 窄 B 长 A 冷白皮 B 暖黄皮 现在我们获得一串测试的结果 如果你的答案里面是 B最多的话 那你很大几率是属于直男型 直男型就是正常发展的男性外观 在青春期当中你没有注射任何的药物 没有吃抗雄性的荷尔蒙 大多数 80%的姐妹 出来都会是这个结果 再来如果你的答案是 A跟B 一样多的话 那你应该就是 中性型 中性型男生的外表 就是典型的 花美男 最大的特征就是 在你旧学的时候 跟我一样 常常就会被骂 呃 娘娘腔 死人腰 好gat 你什么时候要承认你是gat is it my experience 再来 如果你答案里面是 A最多的话 恭喜你 你一定是 天选型 这里的天选型指的是 你原生的条件 非常适合穿女装 可能是因为你 还未经历过青春期 又或者是你在14岁以前 就已经长期注射了 女性荷尔蒙 常行压制你青春期的发展 所以能导致你有这样子的体质 其实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我看过了姐妹当中 不到3% 有这样子的SSR体质 所有跨性别姐妹追求的 梦幻体质 所以 那我也是天选型 公黑雷 第二步都开始选择 你自己合适 以及喜欢的风格 从左之右排序是 直男 中性 还有天选 如果你是接近直男型的话 我会推荐你走 欧美风 因为这个风格 对跨性别姐妹 十分友好 有三个优点 第一是 这个风格 原生需要的骨感 以及高颧骨 你天生就已经拥有了 这可以帮助你 去省下一大笔的手术费用 去帮你内推颧骨啊 下小骨啊 大多数的欧美品牌 像是Zadra 他们的衣服都有到 X size 或是XXL size 你不用担心你的身高190 或是180 然后找不到合适的衣服 大多数的欧美品牌 对于size都十分的友好 再来是第三部分 化妆 因为 你不需要去遮盖你原本的骨感 只会让你在学化妆的时候 省下很多的力 你是顺性的 增加了你的 五官立体度 所以这个在你学化妆的过程中 特别的容易上手 那至于模板方面的话呢 我推荐意大利的网红 POLA Super sexy 接下来是中信心 中信心的话 我推荐两个风格 第一个是 泰式风格 它有点像是 弱化版的欧美风 但是在眉眼的处理上面 是比欧美更加的柔和 但如果你想要走这个风格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需要注意是 原生的女性 走泰式风 可能化妆跟打扮 需要出五分的力道 才能达到那种深邃的感觉 但对于原生 是男性的你来说 五官已经相对深邃了 所以 建议你走三分力 就可以达到那种 泰式的风格 所以如果你跟着网络上 画那一种 这个泰式装 眼影就是要这么重 No 你出来你会变得 哎呀 很冷腰 对 No No 那至于参考的模板的话 我会很推荐我的偶像Poi 再来是中性型 有另外一个选择是 帅性的韩风 这个的经典代表人物 就是韩素希 性感慵懒的资深 然后帅性不拘一格的风格 有很多的中性男生 是非常适合走这个的风格 原因是在于 就算你化淡妆 你还是有一定的五官力体度 如果你是中性型 也想走这个风格的话 我会推荐你做这个搭配 是淡妆 加上去打玻尿酸嘴唇 因为 大多数男生的嘴唇 还是没有女生那么丰满 然后那么性感 所以唯一的弱点就是 你把你的嘴唇 打了相对的厚了一点点之后 再搭配淡妆 就很容易营造那种混血感 所以 这个combo我推荐给 中性型的男生 接下来是天选型的男生 嗯 其实除了欧美风以外 任何的风格 都可以驾驭 不过是 可爱的日系 或是 韩系 因为 你的调节已经基本上是 非常接近原生的女性了 所以不用局限说 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那我自己为什么会说 欧美风 会比较吃力的原因 在于 你能想象这个光谱 它是一条河流 然后从右 流向了左 所以 越右边 是五官越平坦 但越左边 是五官越立体 以现今市面上来讲 你想要把脸变立体 非常简单 你可去做一个尖尖的鼻子 做一个长长的下方 你可以用深的眼影 都可以让你五官变得更立体 但是 你想要把五官变得平坦 变得柔化 非常的难 唇骨很凸怎么办 上小骨 这里很阳刚骨感怎么办 下小骨 你落中停太长怎么办 整个手术缩短 所以 任何的减法 都是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 跟力气的 所以我才会说 虽然从左到右 跟从右到左 其实是一样的距离的 但从左到右 是相对困难的 举个例子 像我自己 就是中性型的男生 那 如果我想要追求那种 日系很可爱的风格 那我该放弃吗 其实不是的 我想引入一个 核心的观念就是 你的审美 决定了你的外表 那你要怎么看出你的审美呢 其实很简单 你买的每一个东西 都代表着你的审美 以我举例 我的手机壳是粉红色的 键盘 滑鼠 吊饰 都是粉红色的 笔记本也是粉红色的 通通都是那种 很花痴 然后日系 我就是小公主 的感觉 与此同时 我也很喜欢 Poey那种 混血 态势的感觉 所以 两者相加 左边与右边 加起来 就跑出来的爱丽 就是一个 日太风 所以风格选择 跟审美 就像是你外表的 再生父母一样 你虽然不能完全 复制他们其中一帮 但出来的结果 肯定是 独一无二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 第三个阶段 机体改造 这里分成 三个小步骤 第一步骤 是收集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一种情况是 你明明剪了 当下最流行的发型 我也做了 最潮的指甲 也整了一个 最高的鼻子 但是我把它 全部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 卖谁掏来 一点都说不上 是漂亮 那因为是 风格 不统一 其实很简单 就能看出原因 就是 你看其他品牌 那是五银良品 麦当劳 或是 Unikuro 很大程度上 你光是 看他们的商品 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来自 Unikuro 这个一定是来自 五银良品 所以 其实风格 统不统一 也很大的程度影响 这个东西到底 好不好看 那我的解决方法是 我会在IG 开四个资料夹 脸 头发 穿搭 还有指甲 当我平时在滑IG的时候 看到自己很喜欢的风格 我就会 直接点击收藏 这样做的一大好处是 你完全 客观的 具现化 你自己的审美 长得怎么样子 每当我打开 这个四个资料夹 我就很清楚明白 哦 艾里 你喜欢的是这种 六泰日系脸啊 然后黑色的长头发啊 然后很可爱的 小公主 风指甲呀 你可以很客观的 知道自己 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而不是当下 去跟随流行 我举个例子 当我去 剪头发的时候 我不用急急忙忙的 在小红书上面查 我现在流行什么 我发型 我来剪一个 一模一样的 因为 这样很大的程度是 其实你是盲目跟风的 你并不是根据 自己的审美 来去做 你自己的搭配 所以 当我到 发型店的时候 我已经有这个模板 可以为我做决定 我就 会偏离 我自己当下的审美 去盲目跟风 所以重要的并不是 你的风格 长怎样 而重要的是 你的风格到底 统不同一 在第二个阶段 是组合 现在我们就很清楚 自己喜欢怎么样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 开始大量的采购 这里我有一个 核心的经验 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 低成本 多试错 不要因为你的偶像 买了一件 Burberry的风衣 你就跟风 一定要买 一模一样的 你很快就会 花光你所有的资源 所以不论是 包包 不论是化妆品 建议你都以 最最最低预算 最低成本去购买 这边有一个秘诀 就是 如果你看到你的偶像 穿了一件衣服 很喜欢 你就把它照下来 丢到虾皮拍卖里面 你可以 一下子就找到 更便宜 而且 非常非常类似的 平T版 就是一个技巧 我顺便在这边 也分享一下 我自己都在那边 买衣服的好了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我最常去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中山 质感好 然后 价格又不贵 但如果我在曼谷的话 我去CM Square 那边的东西便宜 而且非常的 可爱 然后又带有点特色 那如果你在东京的话呢 我自己逛过色谷 我是觉得 蛮推荐的 但 相对 价格较高 如果你要去韩国的话 我还蛮推荐 首尔的宏大 因为像这件就是 宏大买的 第三部分 改造 但是你会发现 很可惜的是 不论你的化妆技术 再怎么厉害 你也遮不掉 你高高的圈骨 不过你的穿搭技术 再怎么厉害 你没办法把 你的平胸 变成三峰 所以 每当你有姐妹 在聚会的时候 问我说 爱妮帮我看一下 我适合做什么手术 我就会先问她说 你学会化妆了吗 如果你不会化妆的话 我并不推荐你做手术 因为当你学会化妆 跟打扮之后 你才能很明显的知道 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然后你为了改善那些 你完全没办法 改善的缺点 才考虑斗手术 也有自己为例 我就很喜欢那种 日韩系可爱风啊 所以我去动了下小骨 然后下巴结骨 把我的下巴缩短 然后去动了正恶手术 把我的中庭缩短 让我看起来更可爱 然后更幼态 但如果我们的心态是 啊我只要动手的时候 我就变漂亮啦 然后出来就变大美女啦 我就不用去学化妆啦 非常大的程度的几率 你会感到后悔 像是据我为例 我在十年前 有去动过下巴的夹体 把我的下巴变得更长 我想 嗯这样我就拍照变好看了吧 这样我就变得更 女性化了吧 但超级后悔 装上去之后 让我整个人显得又老态 然后下巴又长 好像什么法老王四四一样 我超级后悔 你知道我画多久拿下来吗 我画整整八年 整整八年 我才有结果去动手术 把它拿下来 所以 当你用手术 去试错你的外观的时候 这成本会 大大大大大于 你用化妆去试错 所以血泪教训 但 最后的最后 还有一个步骤是 妥协 因为我一直认为 原生的女性 就像是圣诞树一样 你可以不断地挂上 喜欢的装饰 来形塑自己的喜欢的风格 但对于跨性别姐妹来说 更像是一个坚硬的大理师 逐渐用力雕刻成 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原生男性带来的洋刚感 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去抹平 但 无论我们是多有耐心的工匠 都不可能把它雕琢到完美 我现在还是很讨厌 我的大肩宽 常常裤子穿S号 但上半身 却是N号 我也很讨厌 我170公分的身高 一点都不叫小可爱 我更讨厌我的手臂 那粗粗的血管 仿佛时时刻刻提醒着我 我只是一个伪装品 看到去年八月 我在墙上写上自己的愿望 我想要翻到曼谷 我想要成为 肌肤白皙 有刘海黑肠子的女生 我想要变温柔 我想要飞到韩国学化妆 我想要交到很多的异国朋友 现在 我看一向镜子 这些我都一一做到了 但 我并没有变成理想中 可爱又娇巧的样子 但这些努力过的证明 却在我身上留下一种 独一无二 属于我自己的痕迹 这一点我倒是 讨厌 也是 我们喜欢的 我们就这么高了 我们能变成全 我们得让一个 我们能吃 我们能吃 我们要散开 我们 我们的 我们能吃 我们能吃 我们要吃 我们能吃 我们要吃 我们能吃 我们要吃 我们可以吃 我们要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